新闻一开始当然是要看到日前确定加盟统一时队的小小郭国宏志 今年下午是反抵了国门 不过呢虽然班级是有些延迟 而是让小小郭看起来有点疲惫 对但是当他看到来接机的人呢 就是他男性上工的学弟们 热情接机那他是打起了精神 表示说呢非常开心可以回到家乡来打球 带着大破镜走进机场大厅 国宏志结束14年的旅美同手生活 回到台湾将效力统一师队 为自己的职棒生涯写下新的章节 终于有个机会可以回来故乡打球 然后可以表现我的球迹给我的家人 跟喜爱我的球迷看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很帮忙的事情 中华职棒四支球队经过激烈的竞争 最后由统一师队抢下小小郭这枚重要的大棋 除了台南同乡的地缘因素之外 球团当然也祭出不少优惠条件 小时候帮他们捡球到现在可以去加入他们 我觉得这是很帮忙的事情 我们统一师也提供非常具有诚意的一个 合约的内容之外 我想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住在台南 小小郭一到台湾 统一师马上展现对他的看重 特地请他高中母校南英上工的教练 和学弟到桃园街机 连球团高层和总教练也都亲身欢迎这位大物头兽 他们都期待这位不死鸟 能在终植战场续血传奇 联合报系陈佳玲 吴嘉佑 吴明星采访报道